10抽 我想說 好像是模擬器的關係 畫面沒那麼好看 希望到時我可以正式版 用IOS會比較好看 這裡是抽彈畫面 開始操作 那是怎樣的 按一下 哦 高達 哇 抽彈畫面挺漂亮的 但是有一個金的 然後是銅 看看是否高達 這個頻道會有關於遊戲的新資訊 以及直播 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吧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玩這隻 SD 高達 G 世代 永恆 其實之前跟大家說了很多次 終於推出了Beta測試 看看玩什麼 Beta測試也有說... 只能玩到一點點東西 它只是開放部分的功能而已 然後抽彈方面 應該有鳳凰高達和高達 另外呢 我們按進去看看 無限期新手教學 機體補貼 鳳凰高達三星 還有這個永恆武器保證嗎 如果是這樣 我們直接試試 隨便打一些關 看看會是怎樣的 這裏應該有東西看的 相信有播放 即是動畫那些 看看吧 好 沒有動畫 這些應該是高達的故事 而且它是用高達的動畫畫面 它是有動畫的 但是比較輕鬆的 就是一些動畫畫面 劇圖 測古等等 阿寶 這些真的是給一些... 很喜歡高達的朋友 去回味 我相信 好 進來看看吧 關卡方面 有測古 其實做得挺漂亮的 如果說手提電話來講 我簡直覺得 它好像將一些家用機的... 又未到達這麼漂亮 而且看起來好像有點猛猛的 不過我現在正在用無義器玩 不知道電話時會不會比較漂亮 我看它的傳播時是很漂亮的 現在阿寶 我們全都 skip他了 其實還是看故事那些 好 入關要25轉 即是轉 然後出關也有 好 直接 擊敗金 這裡就看看我怎樣玩 我軍回合 應該就是控制戰棋 我拉去那邊 然後開技能 哦~~~ 還有我想說 其實一開始它已經有自動 即是... 還蠻貼心 手機遊戲是要有自動的 我們已經 skip了那些對話畫面 看它了 噢 片了一下 沒有戰鬥畫面嗎 我以為會好像... 是機戰一樣有戰鬥畫面 特軍回合 很完美的這個... 故事重溫 還有很完美的這個... 劈來劈去 我以為會好像機戰一樣 暫時還沒看到像機戰一樣 這裡只有阿寶的畫面 然後射爆對面 爆了嗎 似乎是爆了 這樣就打爆了 掉下來 好 那Beta應該... 噢~~~ 這些就算是故事重溫嗎 但是... 比以往的GGen 是整齊了 兩隻遊戲 看我直接命中吧 不過我們也被人直接命中 好 敵軍回合 OK 避開了 接著還擊 這裡... 看我直接命中 其實如果我不用自動的話... 喂 有些超強勢的 有些這樣的東西 好 火神炮我們可以選擇 軍刀還是火神炮 OK 軍刀又如何呢 開始 動作太緩慢了 被人砍掉 好 砍他一下爆擊就完成了 好 勝利條件完成了 喂 這裡的故事會不會太多? 劈下去好 那就完成了 但是我略嫌他那個... 我略嫌他送的那些課金物品太少了 要不然怎麼辦呢 接著就是玩這個第二關 那我們就skip了他 咦? 分類高達納於大地 咦? 我不是結束了嗎 策略目標 又是擊敗 咦? 我以為完結到第二關 好像是同一關 那我們先放棄 出去看看 充滿 好 應該是告訴我們有個新單位 這樣叫你抽一抽 咦? 有免費10次 新手教學機體補給 先抽10抽 我想說 好像是模擬器的關係 畫面沒那麼好看 希望到時候 我可以正式版 使用IOS會比較好看 這裡是抽彈畫面 開始操作 那是怎樣 按一下 噢 高達 噢 抽彈畫面很漂亮 但是... 有一個金的 然後是銅 看看是否高達 就送一部高達 噢 不對 西斯歸德 它是否無限的 咦? 突擊高達紅 雷射大炮 咦? 紅迷網 不是 是迷網紅色機 蓋古黑 雷射大炮 咦? 又是西斯歸德 為何會有三星和四星 還是三星已經是極限 噢 不對 噢 OK 這裡才是 來了 鳳凰高達 咦? 它只有鳳凰高達嗎? 其實鳳凰高達我一般 不過鳳凰高達好像已經是三星 好像有四星 好 這裡有三星的鳳凰高達能力解放 看看 那全部都是三星 它可不可以讓我再抽獎? 好了 對了 噢 沒了 剛才那個抽完就算了 這裡有小馬哥 好 這些就是GGN的角色 自動編制 看看 鳳凰是不是也是小馬 小馬不是 小馬拿回西斯歸德 是嗎? 沒有搞錯 那機體褲 強化 浴城 這裡可以把機器升 看看 提升... 哦 這是提升星星數的 鳳凰高達就六千多 升它的等級 看看能不能升 咦? 我是不足夠的 好 兩等 咦? 那現在呢 我們10抽了 就去打這個關卡 其實G-Generation也是這樣 即是我們以前玩PS 其實也是這樣玩的 第一代那時候的畫面很差 即是手遊來說的畫面很差 現在是漂亮了很多 但是你說 究竟這遊戲是不是真的好玩呢 我想我要玩下去 現在只是在做BETA 希望我在下部影片跟大家說更多 這部影片到此為止 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就可以了 對 再見 在這 課後